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海洋 欢迎收看农历八月生效的运势 2023年已经到了农历八月了 那农历八月我先讲一下 这个月叫做新有月 新有月的话新金有金是双金 那今年是鬼宝年是鬼水 卯木所以金会客木 所以在这个周期里面 我们在这个月当中 有很多的心向的变化 但很多的心也在逆行当中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农历八月就到了国立的九月十五号了 那基本上到了国立九月十五号以后 我们已经到了秋天了 那这个月财务心入在鸡的位置 刚好在属鸡的朋友的身上 那非常恭喜你们 那四有丑三合 所以财星跟鸡有关系 而且跟蛇跟牛也有关系 因为是三合 那另外一个属龙的是六合 所以这三个生肖受贿了 属鸡的带给这三个生肖 运势非常的强旺 所以大家要加油一下 你要转运 所以不用担心 那当然在心向的变化里面 我们用紫微走速来看的话 堆跪恭喜两个生肖 第一个就是属虎的 你有贵人的出现 另外一个属马的也有贵人出现 所以这两个 连妹两个贵人 男女贵人都有 也代表说你在农历八月会发生好事 而且好事会连连 而且贵人的加持贵人的协助 可以提拔你 让你升官加薪都有可能赚大钱的机会 好那进入新年出生的人 薪是什么辛苦那个薪 尾数是零的 就会尽财 堆码在害 堆码在害是什么 在猪的位置 所以属猪的朋友就要快码加鞭 好那出生年 例如你是丙年 不管是丙子年 丙隐年 丙武年 丙序年 你只要天干是丙年出生的 丙生也算 丙生是45年次的 1956年的 那这都算 刚好讲到我们总统 所以出生年 丙年出生的有尽贵 那丁年出生的 丁年就是尾数 丙父是6的 46 56 76 86 96 36 这些出生的有贵人 所以丁年出生的也尽贵了 所以又讲到谁 丁年出生的就说 现在选总统的侯友仪了 好那 你看到属府的也有贵人 属府是谁 属府的是 这个现在要选 要准备联署的郭台铭 要选总统的郭台铭 所以他们都有贵人 那耕年进旺 耕年出生 也是旺旗 所以耕年是谁 比如说属侯是耕生年 那属府的话叫做耕饮年 哇又是郭台铭又上榜了 耕生年 所以你天干属羹的人 这个月非常强旺 你看哦 所以这几个人的强旺运势 我们可以看到 你如果是属于这种天干 或者生肖的话 你在农历的八月 真的是 第一个人际关系越来越好 财运也越来越旺 甚至可能财源 广进财源滚滚 事业运也会大发力士 所以你做的事业 不管开公司开工厂开店面 都会好运旺旺来 好事发生 多吃发生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的话要特别小心的 正充的属兔的 属兔的因为是正充这个月 所以你刚好泰税 所以这个月就是双泰税 这样大家知道吗 双泰税 属兔就等于双泰税 属机是转运 但属兔是双泰税 也代表说你凡事都得谨慎 好不好 凡事都得谨慎 那再来的话呢 属龙的有三行 不要以己之毛攻己之盾 因为你有三行心 通常都是呢 做了一些错误的决策 这个三行呢 可能要行客别人 人家行客你 都有可能呢 跟家人不合了 吵起架来的三行 跟公司的同事 老板不合了 又吵起架来的 三行互相可能会有一些撕裂的情况 要特别注意 三行是行到自己 有些时候呢 他反弹回来就是因果循环 所以尽量要以何为贵 那接下来呢 除了这个呢 还有一个是三煞在龙 对对不起 三煞在龙 三行在鸡 所以属鸡的虽然有露存心 但是你有三行心 有时候呢 也不要太过骄傲哦 说不定呢 你行客别人 别人还是反弹回来哦 所以千万不要 我就怎么样 话不能随便那样讲 饭可以吃 药也不能吃错 饭要吃对 话更不能讲错 好不好 所以呢 这三个生肖 一个属兔的 属龙的 跟属鸡的 请你们要小心 见证心呢 也是在属狗的 因为露存心在 但陀螺心呢 若在属猴的 就很会拖泥带水 属猴子的 你不能拖泥带水啦 很多事情要激起直追啦 而且呢 不能够呢 漫步 缓步前进 好像那个 乌龟在赛跑 走不动的感觉 不太好 那就会耽误你的前程 前程 money的前程 也会被你耽误哦 苏狗的一样 不要太过矫情 因为见证心在你 所以呢 也不要太过跟人家 剑拔奴章 看不惯 别人就跟人家对干起来 这不可以的 见证心就会伤害自己 也会伤害别人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心有悦 心有悦呢 心 剧门话路 这个时候呢 代表什么呢 大家讲话都会很好听 剧门就是呢 他喜欢呢 就是口才要好 讲话要好听 声音要悦耳 哎呦 你没有觉得我最近声音比较悦耳呢 有 因为呢 其实呢 就是改变说话的方式跟态度咯 还有呢 你不能呢 口沫横飞呀 因为剧门话路是 钱的引线 财的引线 情的引线都出来了 所以呢 好言说话 好不好 那这个月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要大家呢 互相呢 说说好话 大家都喜欢听好听话 虽然你明明知道你有点骗他 但是呢 这个是 应该算是 也不算骗啦 就是说 讲好听话 大家都喜欢嘛 所以呢也是呢 应该说是口吐莲花 好不好 所以呢 在这个月呢 剧门话路 剧门话路也代表呢 大观哦 大宅地哦 话路是什么 话路是跟钱有关 跟情有关 所以呢 跟钱跟情有关的都会被拉扯出来 为什么 因为有文昌话剂 好 看到这两颗星的时候呢 一个是文昌话剂 一个是剧门话路 这两颗星它会互相引动 这引动的情况是文昌话剂 大家的波斯抽茧的 把你一些呢 可能你以前做过犯错 还有呢 A的钱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帮你呢 挖出来啦 挖挖挖挖挖挖 继续挖 挖到你都快 头破血流啊 所以呢 做大观的大企业 都有很多私人的秘密 会被挖出来 要小心哦 还有呢 在职场上面也是一样啊 你可能跟某个人特别呢 有地下情嘛 就会被挖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文昌话剂人家抽屎剥茧 找你麻烦啦 好不好 所以呢 你会什么 精神压力非常之大 很多人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或许呢 就像密度事件 他会自爆 文昌话剂也可能就是 有些私人的情感问题 比如说 跟某某人去上火 跟某某人去干嘛 就全部都挖出来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哦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化全 太阳心它是一颗呢 慈爱的心 一旦化全的时候 它就掌握了 太阳是一个光明前途 照耀世界大地的心 但是呢 它是一个非常慈爱的 因为它每天散发能量 散发正能量 散发热能给大家 照顾大家给你光明的前途 光明的日子 但问题是化全心 一旦落在他身上的时候 这个外表上看起来 很光明慈爱的人呢 其实基本上呢 就不是那么光明慈爱了 就会争权哦 当然包括夺利啦 争权后面就是有利益嘛 是不是有利益的共生出来了嘛 所以呢 在这个周期里面 这个月当中呢 很多的问题就会浮上台面来 包括做大官的 做大喜业的 包括呢 你可能在全世界有很多资产的 房地产的 全部都会被挖出来 抽丝剥茧 尤其是政治打压 都会来 好 那企业之间呢 当然也会比拳脚咯 对不对 比哪个高下啦 你的功夫好 还是我的这个专业强呢 这个时候就是比高下的时候了 所以太阳化全 男性朋友的话呢 就会争权而夺利哦 所以呢 文昌画记 你要小心你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尾巴啦 辫子啦 被人家抓着了 哎 可能你就要没有百口莫辩 因为去门画路百口莫辩 越描越黑啊 要小心啊 好 那文曲画歌表面功夫做足了 哦 最怕那个文曲画歌来了来了 文昌画记表面功夫 哎呀 哎 我还有五人吗 请进 然后背后的开始算计 啊 请坐 你要喝什么 喝咖啡好不好 喝茶好不好 里面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啊 天啊 好 所以呢 这个文曲画科跟文昌画记 他形成的就是糖衣毒药 所以呢 表面功夫做得更足的人 腰腕的更低的人呢 你要非常谨慎的看待他 而不是呢 哎呀 被冲昏了头啦 女孩子就被冲昏了头 哎呀 以为他很爱你 不他爱你的美色啊 然后呢 男人的话呢 就会被怎么样 口袋被掏空啊 所以呢 这个外表的表象呢 你要好好的稍微谨慎审视一下 你知道文曲画科跟文昌画记 两个加在一起 这个就是一个神仙一个魔鬼 这样大家知道吗 表面上是神仙 内心是魔鬼 我讲得很清楚 大家听懂 听懂就听懂啊 小编一直蒙点都听懂了 小编听懂了 小编听懂了 就要小心哦 你会看到那个文曲画科的人啊 文昌画记人就要小心他 外表跟你很和善啊 什么都很OK啦 但他内心盘算的事情可多着嘞 上面是 外表是天使 里面是魔鬼 这是我常常形容 这个新年出生的几年次的 五十年次的 六十年次的 四十年次的 来我们先讲 四十年次 五十年次 六十年次 七十年次 八十年次 九十年次 你们啊 如果是属于这类型的 那就要小心 但另外一种类型 他会比较不一样哦 他会是把他文曲画科 他会用 但他不会用文昌画记 他懒得用 也有这种型的 但基本上比较少 也有不用文昌画记 不是算计人家的 他没得算计啊 算计什么 我这个小 我这个小喽啰 我有什么好算计 对不对 我已经够大咖 我也不用算计 对不对 这样了解吗 所以大家清楚 最近不是出现 有个那个 在中国大陆嘛 扮演唱会啊 从差林啊 还有那个谁啊 就被那个雷射的那个光啊 打到他们的眼睛啊 这是不是在算计 表面跟你拍拍手啊 好好好好起舞啊 但是呢 私底下就帮你打了一个雷射光 让你在脸上无光啊 偶尔眼睛会被射到的话 他可能都会瞎了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外表包着糖 一个人啊 费很多 这个月 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农历八月 淑府的运势 那这个月呢 其实呢 淑府刚好是正冲的月份 正冲有两级的情况 一个正冲呢 是属于不好的 一个是变好的 但是基本上来讲 正冲通常呢 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力 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淑府的朋友呢 要特别注意了 那我们可以知道呢 这个月的财星是在呢 猴的位置 所以呢 老虎呢 如果能够到远方去工作的话呢 可能呢 对你来讲是帮助会非常大 如果你有海外的活动啦 工作啦 甚至海外洽工啦 甚至到海外呢 去做一些事业的话呢 应该是蛮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展翅高飞的美梦 或者呢 要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机会 那也是呢 应该是有高度的应变的时间 大展拳脚来实现目标 跟梦想的时间点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在属府的朋友来讲 事业上呢 因为呢 河道呢 是运势上还有一个呢 还不错的 就是有一个堆櫺 堆櫺啦 还有一个堆櫺 那因为有堆櫺的关系呢 所以呢 你还是有贵人的加持 那这个贵人加持呢 因为属马的也有贵人加持 所以你有双贵哦 双贵 所以你如果能够旁边呢 你有属马的长辈啦 亲人啦 甚至呢 你的同事啦 都是有属马的朋友的话呢 那或者家人的话 对你来讲 帮助是蛮大的 那你要抓紧这个机会呢 跟他们好好的来 继续合作下去 对你来讲会更好一点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要在海外拓展事业 反而在本地 比在本地会更好 那本地应该是有一个Ending 如果你要在工作职场上面 做一个Ending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原来的 工作职场上面的关系呢 开始呢寻求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当然你会有蛮阵痛的 可能你要结算的出来的就是破财 这个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结算出来就是破财运 那这个破财运呢 会让你蛮心痛的 只是呢 是不是要损失少一点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慢慢的 在这个月当中分段的去做调整 而不是一下子 因为你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做转换 那因为呢 你要在意的是不能破太多的财 所以呢在合并上面呢 或者是转变上面的话呢 都在这个时间点呢 要做一些大的调整 那这个大调整呢 你会有点那种心如躺血啊 或者呢皮肚散开这种哦 有点那种很痛苦的哦 蛮痛苦的啊 因为呢 这个冲击力道蛮强的 这个冲击力道蛮强的话呢 开始让你有点迷惑哦 那这个迷惑到底能不能呢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呢 可以呢有一些转变呢 其实我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做转变 但不要一下子做太大的转变 你会觉得不够踏实嘛 所以不够踏实的同时呢 也代表说你在这个时间点上 不应该这么不踏实的去做转变 务实的面对它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土象星座的人 还好哦 你会比较可能你会留意 留意说我这样做的话 对我自己并不是很有利 所以你就会比较好 比较会有一些做调整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做投资上面的话 远方的投资呢 可以比较有好的运势 那基本上有贵人哦 所以其实还不错 财星呢落在远方 也代表说你远方求财 比如说你可能到南部去 或者到国外去 这些都蛮不错的 比如说你在台北 你到台中高雄啊 桃园啊嘉义啊 这些去求财的话 可能比在你本地求财 会更好一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的财运哦 刚才讲过了哦 你到底是幸运的 还是呢 可能满手的烂牌 要把它打成好牌呢 真的是满手烂牌耶 满手烂牌要打成好牌 其实 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要忍痛呢 如果是割肉的话 那当然就不行啦 那如果是小小的流血 那还勉为其难啦 所以你要断舍离的某些部分 而不是全部哦 所以某些部分 让你已经痛苦很久了 不能赚钱了 那就断舍离 但是不是大件的物件 让你痛苦万千的那种 让你破大财的就不可以 好所以呢 在这个周期里面呢 这个月当中呢 你开始要切分上 这一段这一段这一段 切成三段 那这三段的话呢 在钱财上面呢 你至少还可以保住一些老本 那对你来讲 也是可以开始呢 做一个清单 做一股清单 那但是呢 你以前太过放纵 而且过火的一些呢 投资 现在开始要吃到苦头了 那但是呢 吃到苦头没有关系 也是你学习的一个 一个改变嘛 一个改变 所以呢 当然拿钱来学习 是最划不来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个性大啦啦的 所以呢 以后就学习呢 稍微思考 深思熟虑一下 不要太过激动的去做一些 跟钱财过不去的事情 不要说 我现在为了要多收益 然后呢 就把钱 不当钱 这样是不可以的 好 那因为呢 你必须要更多的金钱来转换 那所以呢 你就把前面的东西呢 都赔钱再卖 这是不太好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跟人家合作的话 也会出现问题喔 这个问题会来自于呢 可能对方对你的不满喔 所以呢 你开始呢 要好好的 要踏踏实实的 跟对方讨论 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点 在哪里 才不会引起对方的一些 踏划 我想呢 金钱上的修分呢 才可以减少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爱情运 爱情运有点迷惑啦 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是有贵人的 所以呢 你身旁的这些 比如说你的配偶啦 或者呢 你的对象啦 或者你的同居人 都可以成为你的贵人 好好的沟通 我相信呢 问题就不大了 那至于呢 男性朋友的话 会比较运势上 因为这个月是天同化季嘛 所以呢 如果你的配偶 是属于比较年轻的 你就比较好打点喔 因为他比较会听你的 那如果是年纪大的 那你就要比较费尽心理 来好好的跟他沟通 那如果是女性朋友的话呢 因为天同化季 那当然你的男朋友 或者老公比你年纪小 那当然他就要 他就要臣服于你 要听你的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 能干型的 他就要听你的 不过呢 倒无所谓啦 我觉得感情上面的话呢 互相尊重就可以了 倒没有说 谁一定听谁的 不过呢 这感情上的问题呢 跟钱财是牵扯在一起的喔 所以呢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这钱财的问题呢 把它分开来 比较不会有太大的伤害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健康运 健康运来看 应该是说你的旧疾会复发 旧疾复发因为天同化季 你最注意的是那种 可能你原来的什么 肝脏啊 胆啊 肝胆的系统不太好 或者呢 胆汁的问题啦 或者呢 泌尿系统的问题啦 心脏血管的毛病啦 这些都是跟血液循环有关的 都是你的麻烦 如果该看医生啊 或者是筋骨 筋骨痠痛 因为天同剂 天同剂通常都会跟筋骨有关系 你是属于这类型的话呢 你就看医生吧 所以你会常常在这个月呢 经常会去看医生 农历八月份呢 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对你来讲 也算是没有太差啦 但是说非常好也没有 也没有 好 那所以呢 年纪大的朋友呢 还是要特别注意哦 解身一点比较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属兔的 好 属兔的农历八月是正宠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见证也在保佑 那财星落在呢 属鸡的位置 所以呢 你也是一样 财星落在属鸡的位置 代表说 你必须要呢 到海外去求财 你必须到海外去求财 那海外呢 才能够呢 让你呢 比较能够得心应手 但是呢 因为呢 今年呢 煞星很多 煞星很多 所以呢 真的能够到海外去吗 我还是帮你打个问号 如果不能去的话呢 我觉得你必须要接受 非常大的考验 如果真的要去的话呢 那个考验更是多的难关 那到底去或不去呢 我建议呢 如果你是胆小的人就不要去吧 你不能接受考验的人就不要去 如果你是胆子比较大 而且呢 你的担当能力比较强 而且你化解危机的困难能力也比较好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 所以呢 你有两个情况 一个是胆子小 又没有能力的人就不要去吧 能力好的 又有胆子大一点的 你就可以去 就可以去接受考验 所以两极的情况 能够出国去接受考验的人呢 属兔的朋友 语文能力不够好的也不要去吧 我觉得这个是你的重点 那所以呢 當然就是 相同语文的国家倒没有问题 如果不是相同语文的国家倒是比较大的问题 好 那至于呢做生意的朋友呢 如果到海外拓展事业我倒不建议 因为这个月正充 所以呢 你要慢慢的去思考一下 这个月呢 做太多的计划是等于白做工 没有用的 你做任何的计划都会让你很容易呢 没有办法成功 为什么 正充嘛 所以呢 计划不如变化 计划太多是没有用的 所以属兔的朋友不要做太多计划 你就悟悟实实的固守本分 我建议你在工作职场上面固守本分 上班族也一样 顾守本分最好哦 你顾守本分以后呢 问题就不大了 那这个问题不大的状况呢 是不是就可以呢 慢慢慢慢的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呢 你知道在这个状况之下 很多人就是认为说 我反正已经都到谷底了 我是不是想办法来翻身一下 但问题是翻不了身哦 这个时机点要想翻身 大家都想翻身啊 问题是你的耐力你的能力 以及你的周遭的环境 值得有办法让你这样做吗 如果你觉得 反正我就是到谷底了 再坏就这个情况 那你就试试看 如果你觉得再坏 再坏你承受不行 你就不得就不能试 这样了解吗 你一天要吃一百块的餐 那现在可以吃五十块的餐 你就OK啊 对不对 一天只能花一百块 那你就可以这样过日子的话 你就OK啊 那你说不行 那我如果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我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你就不要接受啊 对不对 所以呢有两极的情况 好不好 属虎跟属兔的 这两个人其实都有点雷头 好那你同样要接受考验 所以呢 你的目标跟梦想不要画的太大 很多人就是 一直把梦想跟目标画很大 你就是要 这一步走完了再走下一步 下一步走完再走下一步 应该是说 我每走一步 那一步走得很很稳健 那在下一步更稳健 那我相信你的问题就不大 好吧 那争取机会 那其实呢 如果你争取机会的话呢 也会为自己带来更精彩哦 所以呢 要懂得习福 要懂得应变 变通其实在你这个周期里面 这个月当中 其实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很多人就是 死脑筋就不动 也不通 讲也不通 变也不变 就是一层不变 属兔的有时候很固执 就不变了 尤其是那种处女座啊 金牛座啊 根本不变了 那你讲破头也没用啊 那就很固执了 固执你怎么办呢 固执到 你敲破他的头也没用啊 所以呢 他是属于那种很固执的 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 因为既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话 也是他哪有精彩可言啊 不可能嘛 就是一层不变 老学就一样 然后呢 年纪轻也是那个样子 然后呢 父母亲也拿他没办法 家 这个家里也拿他没办法 在公司里面 老板也拿他没办法 所以呢 你小心喔 而且呢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呢 可能呢 被坏了掉的是你喔 如果老板要裁员 可能第一个就是坏了掉你 要小心喔 家亲没有机会 好不好 所以呢你今年呢 应该是让你行舟在这个月当中 是让你行舟 你怎么样稳住呢 把握住这个舵喔 不要让你的那个船喔 这样子摇摇晃晃 才是最重点 好 所以呢 包括呢 你在工作职场上面的一些 涨舵的方式 都要做调整跟改变喔 好如果做生意的朋友呢 请不要太过大意向去做大投资 谨慎为要 好钱财上面更是要谨慎的理财喔 好那所以呢 如果你已经损失了 赶快设停损 以免呢 遭受更大的损失 好所以呢 你在金钱上面的 这些理财方针呢 做一个比较务实的理财方式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爱情运 爱情运也是啊 在逆行当中 道不同不相为谋 有人求去就放手吧 如果真的求去就放手 既然不合 不要勉强 你知道勉强的爱情是痛苦的 所以呢 既然对方已经要求去 就不要太过在意 对方是不是呢 能够为你带来什么幸福 当然 七夕全日节 痛苦的开始吗 好 没有关系 既然是痛苦的开始 我们就重新找一个跟你 情感相投的吧 那这个月呢 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情感相投的人 很难 所以呢 你在这个月呢 稍微稍微勿躁 冷静思考一下 要找什么样的朋友 那我建议你如果自己 没有办法找到好对象 那建议你呢 找比较可靠的亲友 同学帮你介绍对象 反而更好 好吧 那那种 不要算计人家 去跟人家一夜情 千万不可 好吧 女孩子要小心被人家算计 好 那如果你的感情 是属于那种一夜情的 你小心被告 你会出现官司运 像me too事件 你小心被抓包以后呢 然后呢 赔不完的钱 上不完的法庭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健康运 在健康上面的话呢 应该也是要小心 这个健康上 还是要特别注意 超级力蛮强的 因为有洋韧心 洋韧心比较容易有意外之灾 爬楼梯会跌伤 下楼梯会跌伤 所以呢 上山下海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所以不要去夜游啦 不要去肤浅啦 然后呢 不要去做一些高风弹跳啦 甚至呢一些什么摩天轮啦 或者呢去游泳 海边游泳 西边 这个溯溪 这些都不可以 你这个月真的是要好好的关紧闭 坐在家里看看电视 去电影院看看电影 这个是OK的 不能开快车 比较容易有意外之灾 这个意外之灾还蛮大的喔 不是小事情 注意你的那个脚被撞断了 手脚被撞断 肋骨断了好几根 要特别小心鼠兔的朋友 这个月呢 对你来讲不是一个好月份 农历八月 记住了 不能够展翅高飞 好那所以呢 如果在意外的这个状况之下呢 你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建议你呢买个意外险吧 好吧 如果真的要坐飞机啦 或者要开车的朋友 还是买个意外险 那另外的话呢 捐血也是一个办法 去庙里面拜拜祈福 也是一个好办法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年纪大的朋友呢 健康上面要特别注意呢 心脏血管疾病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呢你要特别注意呢 角螺的痠痛啦 膝盖啦 骨质疏松啦 植株此类的 还有呢要特别注意呢 女孩子要特别注意 什么泌尿系统的问题啦 男孩子要特别注意呢 男女要特别注意 那个什么射腹腺肿肿大啦 可能要动点小手术喔 好如果真的要看医生动手术 也得要看医生动手术 以上呢这两个生肖呢 给大家做参考 好2023年农历八月 马上就要到来了 希望呢能够提供你 最好的一些参考运势 也希望大家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下小铃铛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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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 ya 拜拜 拜拜